这个老百姓你看这个徒弟还是打不过老师 但是门多萨不服 师父我那天没吃饱 咱这次都不算数 咱们再比一次 门多萨和他的老师汉弗莱斯在拳击台再次相遇 卖就一般过的事了 这个ring不是在戒指里面 两人在戒指里面 那两人从曲曲来 不可能的 这个ring表示 是boxing ring 拳击台 拳击台 那么两个人再次相遇怎么样呢 on a later occasion accadian咱们以前说过叫场合 另外一个场合 就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 这个场合 但注意他戒指一定跟on 或者是跟戒指upon搭配 在什么什么场合 一定加戒指on或者upon 比如说在他女人婚礼的这个场合下 he on或者upon the occasion of his daughter's wedding 在这个这个场合 加on或者upon 中国人呢是马马虎虎的 在这个场合之中 在这个场合之上 在这个场合下 上中下都行 马马虎虎 英语不行啊 只能说on或者是upon 确实中文比较活 所以中国同学学英语呢 容易犯错 也是英语太精确了 写作使人精确 培根说的话 大家可能还记得 那么在另外一个场合怎么样 he lost 我们说这个he lost 就相当于刚才第16行 中间那个he was defeated 我们说了这是个替换 for a second time 又一次被击败了 有的人说老师 这个地方错了吧 为什么呢 因为second是叙述词 第一第二第三 我们中学老师告诉我们 在叙述词前 必须加定管词的 应该是for the second time 这个地方错了 其实没有错 为什么呢 如果在叙述词 第一第二第三 前面加一个a 或者加一个an 这个时候不能翻译成第二次 得翻译又一次实例了 它不是第二次被打败 而是又一次失败 原来有一次 又一次用a second 原来有两个 那么又一个 可以用a third 注意它不是第几 所以这个地方不加定管词了 也就是说本文中 for a second time 相当于for another time 又一次被击败 这是有一个重要知识 那个学心概念 长知识啊 咱们再看看第三十课 有一句话跟它特别类似 就是142页的第十二行 142页的第十二行 幽灵之死 这课 咱们未来会讲到 他说 Everyone went to the funeral for the ghost was nended than Eric Cox a third brother who was supposed to have died as a young man 每一个人都去参加这个葬礼了 因为这个所谓的鬼啊 不是别人正是 埃里克考克斯 这人是谁呢 是家里的又一个兄弟 原来大家以为就两个 结果还有一个呢 他被认为年轻时早就死了 其实没死 一直活着呢 这个a third 就不能放成第三个兄弟 因为这个书中代言 埃里克考克斯呢 是家里的老大 是长子 他并不是排在老三嘛 所以不是the third a third 反正又一个兄弟 除了这俩 这还有一个呢 原来有两个 又一个叫a third 原来有一个 又一个叫a second 这里面相当于another brother 对吧 所以本文中 他不是叙述词的用法 在前面就相应的 不加丁国斯的 这又是一个制止 亚历山大通过这个课文 告诉我们的 我们得把这制止点 把它挖出来 把它留住 但是徒弟不服 说师父 咱们再比赛 后面终于徒弟赢了 It was not until he third match in 1790 that he finally beat Hanfres and became champion of England 直到1790年的 第三次比赛 他才最终 打败了汉弗莱斯 并且成了英格兰的冠军 徒弟也该赢一把了 老师那时候 年纪可能也大了 89岁了 两人掺着上来 还没打 躺着死了 徒弟终于取胜了 咱们看看 这句话的 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我们看看 这个里面 It was 什么什么 这个要注意 这个结构特别特殊 为什么呢 It was 注意后面强大的 not until he third match in 1970 有头说 这既然是年代 为什么后面叫 that 不应该叫win吗 不对 这It was 和net 放在一块 这个黄颜色的 画横线的部分 是不是重要的强调剧型吧 不是别的时候 正是在这个时候 就在179年的 190年第三次比赛中 这是强调剧呀 只不过大家发现 这个强调剧 强调成分特别特殊 强调的成分 是not until 这个时间状语 所以咱们发现成 直到179年的第三次比赛呀 他才最终打败了汉弗莱斯 并且成了英格兰的冠军 被强调的是 not until 这个时间状语 直到那个时候才如何 咱们以后再要强调 直到怎么样 也可以用 It is 或It was not until 什么什么什么 再加 那来描述 强调这个直到 特别漂亮 强调的是 时间状语 not until 所以呢 在这里面不可能用win 为什么呢 因为It was 跟net固定的强调剧情 强调剧情 这个连词是不能变的 当然 这个 最终打败了汉弗莱斯 这个beat 就是我们前面 16行里面那个defeat 那个动词 避免重复 这是一个替换 刚才说了 这个英格兰的冠军 叫champion 发音有点像产品 我们大师来面 champion champion 这是冠军 但冠军跟着香槟呢 有点容易搞混 这郭冠军庆祝的时候 王王用香槟 这个大师来读一下 注意 拼写发音不一样 大师来读一下 香槟酒 champagne champagne 再读一下 这冠军 champion champion 明显不同 对不对 是不一样的 但是本文中这个剧情 咱们一定把它记住 强调剧情 it was that 中间被墙的事 not until 直到什么什么时候 然后呢 后面再说 这个如何如何 又如何如何 再陈述这两个事的发生 非常精彩 咱们看能不能把这句复述一遍 直到1790年 他的第三次比赛 他才最终击败了汉弗莱斯 并且成了英格兰的冠军 咱们复读一遍 it was not until his third match in 1790 1790 that he finally beat Hemfries and became champion of England 好 咱们再快点啊 不带中断的再来一遍 it was not until his third match in 1790 that he finally beat Hemfries and became champion of England 好记了 咱们类似 用这句型造一个句子 咱们还说说中国成立这个事 直到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才最终获得了解放 并且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这个主人 我们用master这个词好一些 这个master强调权力 你要用什么host 他一般强调什么拥有的财产 master强调权力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咱们是不是可以说 it was 直到 然后呢 中华人民共成立 在1949年 后面再说两个事 第一个 我得解放第二个 成国家主人 咱们试试看啊 复述一遍 这是过去的事 肯定是it was的 对吧 it was not until 中华人民共的成立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在哪年呢 in 1949 好了 后面加联词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finally liberated were finally liberated and becam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这个也是用的这个强调就行 it was 跟大家搭配 后面被强调 not until 然后再说发生了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按照链接就好了 咱们再去回顾一遍啊 it was not until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finally liberated and becam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 但是这个剧情啊 我们能更进一步 变得更加复杂一些 咱们挑战一下啊 我们看一看 第四册的第三十刻 出现了跟它类似的剧情 但是更复杂了 第四册的第三十刻的一个片段 咱们看一下 就海底世界这么一个 海底探险 他说 Sir James Clark Ross has obtained a signing of over 2400 fathoms in 1839 but it was not until 1869 when HMS Porcupine was put at the dispos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several cruises that the series of deep signing was obtained in the Atlantic and the firs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by dredging the button 确实四册 橘子比三册 我们看难不少 他说 詹姆斯克拉克罗斯 前面加 Sir是爵士吧 咱们讲爵士 怎么样呢 他在1839年 曾经获得了一个 超过2400英寻的 一个海洋深度的数据 这个sangling 是海洋深度的数据 这个fathom 是英寻 一寻大概1.8米左右 但是直到1869年 同学说又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你1869年后面不是强调剧 等下这个nest吗 不对 强调剧 在哪 在这呢 这个地方的that 是个atware搭配的 后面这个win重剧 确实是一个 定义重剧 它做1869年的定义 1869年发生了一个事呢 说皇家舰艇豪诸号 被交给皇家协会使用 做了几次航行之后 那么在一系列的很深的深度数据 才在大西洋底被这个获得 并且呢 这个我们通过挖掘海底 获得了第一批海洋 海洋底的这个样本 这个变得更复杂了 说直到这个时候 某事发生之后 某事第一个事发生 第二个事 某事发生 它也是强调的时间中 not until 但它更复杂 在not until 和我们直接跟年代 在年代后 加个定义重剧来描述 这年发生什么事 然后呢 再说直到那个之后 一个事发生了 第二个事发生了 这个结构可能更复杂一些 就it was not until 加年代 再说那年发生什么事 然后再加that这个连词 跟前面it was搭配 再说第一个事发生了 第二个事发生了 这个结构咱们试试看 能不能用它 也来造一个序子 这句话就不复述了 因为这句话太长了 可能比较难 咱们看一个中文 直到1949年 毛主席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才最终获得了解放 并且成了国家的主人 用这个举行咱们试试看 咱们试试说 it was not until 先说年代 1949 逗号 再说那年出什么事 毛主席宣布中国成立 再加that总句 第一个事 中国人解放 第二个 成了国家主人 这个句子咱们试试复出一遍 看能不能说出来 it was not until 1949 逗号 出什么事了呢 when chairman Mao proclaim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然后怎么样呢 加联词呗 that 第一个事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finally liberated 第二个事 and becam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这个句子结构 好像更复杂一些 但强调的依然是时间撞语 直到1949年 直到1949年 毛主席宣布 中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才解放了 并且成了国家的主人了 这个剧情咱们也可以尝试 这剧情特别精彩 咱们希望把这几个剧情 好好的把它弄清楚 把它电队清楚 特别 这个 很精彩 很漂亮 好 再回到文章中 后面说 Meanwhile he founded a highly successful academy and even Lord Byron became one of his pupils Mingwhile 咱们见过 与此同时 他成立了一个 非常成功的 这么一个全级学校 甚至当时拜伦勋爵 都成了他的一个弟子 就说明这个人呢 他经商的能力还很强 咱们先看看这里边的一些 这个这个注释 先看第一个 与此同时 大神 同学们大声读一下 Meanwhile meanwhile 与此同时 还能用什么呢 at the same time 还能用 meantime 或者in the meantime 这又是在第一单元制的复习 咱们以前说过 大声再读一下 meanwhile at the same time meantime 或者是 in the meantime 都行 这个meanwhile呢 是一个副词 所以呢 他单独使用 meantime这个词呢 既是名词 又是副词 他做副词 跟meantime一样 单独使用 如果做名词时 前面叫in the meantime 就类似于at the same time 讲过 咱们不重复了 这是一个副语 好 他成立了一个 found是成立 刚才不是成立 用foundation吗 这是动词found 一个非常成功的 一个学校 这个非常成功的 咱们没有用very successful 用的是highly successful 那么咱们看到之后 可以放心用了 非常非常成功的 咱们复习 咱们预习 在22课也会出现 110页的第六行 出现这么一个 110页第六行 a highly successful play 一个非常成功的戏剧 你看了吗 非常成功 我们还是看过在写 用highly 不用very 更文气 更地道 这个academy 当然是有上海文语境 是个专门教全机的 这么一个学校 还是专业化的学校 academy 甚至连lord Byron 咱们见过这个 记得吗 拜伦勋爵 英国著名的大诗人 浪漫主义大诗人 拜伦 他是个勋爵 是贵族 名字前面 叫lord 当时著名的 风流倜傥的 这么一个贵族 诗歌写得好 很多女孩子 很崇拜 甚至当时 这么一个名流 都成了他的一个 pupil 他的一个弟子了 在这看到pupil 当然不是指小学生 而是弟子 门生 徒弟 跟年纪没关系 拜伦勋爵 最有名的作品 咱们见过叫Don Juan 叫堂皇 这个诗集 是拜伦的代表作之一 好了 这个后面说了 he earned enormous sums of money and was paid as much as one hundred pound for a single appearance 他呢 赚钱赚海了 并且呢 这个他一次出厂啊 就会挣多达一百英镑之路 这个赚钱赚海了 又是十四克之路复习 earn 叫赚得 enormous sums of money 咱们讲过sum 是钱的一个比数 enormous 非常多的 赚钱赚海了 大明星吧 出名之后 钱就来了 并且呢 sum sum 多达了 多达一百英镑 for a single a single 就仅仅一次 仅仅一次出厂 一次露面 就可以挣一百英镑之路 有人会一想 这一百英镑 何人比一千来个钱 好像没多少钱 一次出厂 你挣一千 没有大明星 大家别忘记 这是二三百年以前 在当年英镑 比黄金还值钱 那一百英镑 那比现在恐怕一万 都不少 这个 这当年是一笔巨块 大家肯定认为 他老了之后 肯定是个大富翁 是个育工 但是并不是 你看 despite this he was so extravagant that he was always in debt 尽管如此 他是如此的 extravagant 就是铺张浪费的 大手大脚的浪费的 以至于怎么样 他总是欠债 be in debt 叫欠债 咱们说过这个dead 后面那个 dbt 那个b不发音 不要都dead but 没有b的声音 叫dead 就好了 be in debt 叫欠债 欠债 就是总欠别人钱 一个说 he was so extravagant that he always owed people money ow somebody something 叫欠某人 某个东西 注意动词原型 那是oowe 一般过程式 加个d就好了 总是欠别人钱 用这个结构去说 也行 这个咱们看看书后题 109页第7题 咱们看看 快些 109页第7题 he was so extravagant that 应该选哪一个 只有选b选项 ow somebody something 总是欠别人钱 这个o在这 先加人 再加事物 这个搭配是正确 其他都不占边 都不对 这个o呢 表示欠这个意思 勾起了咱们的回忆了 在食物和生死中 咱们讲过 i owe you 或者i owe you one 是什么意思来着 感谢你 朋友之间 哎呀 我欠你一次哦 表示我未来一定会 好好报答你嘛 我欠你一次 i owe you 或者i owe you one 表示感谢你 谢谢你 这个o表示 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常见的口语 说我该给您多少钱呢 在结账的时候 买单的时候 how much do i owe you 这特别是在付款的时候 可以这么说 我该给您多少钱呢 不是我欠你多少钱 是我该给您 付给您多少钱呢 读坏了之后 这个you代词 会化成原因弱化 所以原因弱化 就是原来的原因 到最后弱化成 道义字的 呃 甭管什么原因 都变成呃了 you变成呃 呃呃 我们读一下这句话 how much do i owe you how much do i owe you 在结账的时候 可以这么说 咱们这也是来自欠这个词 对吧 我们看一个片段 就是走遍美国中的一个片段 how much do i owe you well that would be 18 dollars and 70 cents no charge but clean up it's on the house 你看这个爷爷呢 就是在这加油站 加油工人呢 给家门游之后 又擦了擦车 得游 爷爷要结账了 how much do i owe you 我应该给您多少钱呢 他没有说how much do i owe you oh yeah oh yeah 一带而过呢 这家门游说 well that'd be 18 dollars and 70 cents no charge for the clean up it's on the house 他说哦 那一共加的一块是 18美元 70美分 那一共这么多钱 no charge for the clean up 这是擦车是免费的 no charge for 表示什么什么东西免费 这到未来26克 咱们会讲过 这个大会 会讲到 clean up 就是这个清洁嘛 it's on the house it's on the house 也是固定习语 你看习语不懂的话 在外国寸步难行啊 什么叫be on the house呢 叫本店请客 擦车这个钱 你不用花了 我自己替你掏了 本店请客 你看我们在外边 呃 大家一块吃一个宴席 圣诞宴席 最后呢 上一个果盘 就说了 it's no charge for this it's on the house 拿果盘说 it's on the house 该怎么翻译呢 能不能说 哥几个上房吃去 不是到房上吃啊 这个inside 本店请客 这个果盘送给您的 是这个意思 擦车是送给您的 附带赠送 抛汽油钱就行了 注意 how much owe you 这个oh还是欠的意思 咱们的片段再听一遍 这个门多萨呀 下场并不怎么样 总欠别人钱 后面说 after he was defeated by a boxer called gentleman jackson he was quickly forgotten 在他被一个叫 gentleman jackson人 打败了之后 这个圈子打败之后呢 他迅速被遗忘 这个里面又用了 be defeated 为什么呢 他跟第一个 那个defeated 那个defeat离得很远了 而中间换了好几个 换成什么loose 换成什么beat 换了过之后 离得第一个很远时 再次重复 没关系了 但相邻离得很近 不要重复 这明星就是这样 很快 成名的快 但被人遗忘的也快 成者王侯 败者贼 马上呢 一没有名气 挣钱也挣不来了 原来以为自己能挣钱 现在呢 欠一批油债之后 挣不来钱 这回完了 连债务都还不上了 所以最后说 he was sent to prison for failing to pay his debts and died in poverty in 1836 be sent to prison 这是被送到了监狱里面去了 为什么呢 for还是表示因为 我们说for 做连词做借词都行 都能止因为 在这for是借词了 因为后面再动名词了 fail to do 未能 未能偿还他的债务 不应该怎么样 在1836年 死于贫困之中 died in poverty 死在贫困之中 poverty就是poor的名次形式 同样 过着贫困的生活 我们也能live in poverty 这个也行 1836年 我们说这首传记 交代了他的生足年代 我们都看到了 本文的题材呢 尽管很短 但它也是一个标准的传记 传记 不分长短 短到只有几百字 长到可以洋洋几百万字 传记叫我们大程度下 biography biography 叫传记 这些好记 为什么呢 graphy g-r-a-p-h-y 表示write 写字的意思 前面那个bio bible 是life 生命 或者一生的意思 刚好写下了 某人的一生 叫传记 它是什么呢 a special kind of narration 是继续文的 一种特殊的类型 人物传记 那么这传记 这是怎么叫 一个东西叫传记呢 咱们看 它的definition 定义 a biography is defined as a written account of the series of events that make up a person's life 这个传记 被定义为 define是定义了 define a s b 把a定义为b 经常跟s搭配 被定义为 是一个书面的一个记录 这个account在这 不是账目了 不是账户了 是记录 因为记录跟账户类似 账户里面 把一笔笔的 这个存款和取款 记录下来嘛 所以它做另一个含义 就记录 记录了一个人 一系列的这个事件 什么事件 组成了一个人 一生的重大事件 把它记录下来 这就是传记 传记呢 有一些要点 一般的传记都有 甭管长短 第一个呢 Date and place of birth and death 生族的时间地点 本文中 生族时间都有 本文中不是短小 没有交代 详细地点 但我们知道 确实 这个都在英格兰 但出生 死亡的 这个年代 是有的 还有 有的时候呢 and family of marriage 有的时候 一些复杂的传记 还会交代 他的家庭信息 父母亲呢 怎么怎么 有个大致交代 第二个呢 lifetime achievement accomplishment 他一生中取得的 伟大的重大成就 本文中交代了 他当时 这个如何如日中天 这个地位 还有呢 major events of life 一生中重大事件 这是传记中必须有的 本文中交代了他 跟这个老师 第一个 如何拜师 如何三次与老师的比赛 如何最后被投入监狱 重大事件 本文中都有了 所以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也是标准传记 还有呢 Effects or impact on society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他对于社会的一些影响 同样 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在一般的传记中都有 本文中介绍了 他对拳击史的一些重要性 为什么呢 他第一次给拳击带来的科学 是这么 这个同样呢 是当时最有名气的 拳击大师之一 那么当然 关于传记的一些 更详细的一些介绍 还有包括 丹尼·门多萨的这个介绍 在我的博客里面 都有技术 大家可以去博客里看 就是如何写传记 How to write a biography 在我的博客 博客呢 大家可以在百度搜 李延龙博客几个字 往往第一个结果就是 点进去的话 我们在这个 在里面会找到这篇文章 同样呢 大家如果对丹尼·门多萨这个人 有更浓厚的兴趣 因为本文中的文章是比较短小的 同样在我博客里面 还有另外一篇文章 叫做谁是丹尼·门多萨 下面有个详细的英文 我做了中文注释的 这么一个更详细的生平的介绍 同样可以在我博客里面 找到这篇更复杂的这个文章 好 二十一课是我们在第二章年 见到的第一个比较复杂的文章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我们看到二十一课里面很多知识 也是对前面知识的复习 否则的话到后面的文章 越来越长 大家可能听了就比较吃力了 好二十一课我们跟李老师就学到这儿 谢谢同学们